以后漫长的每一天 我独自快乐相悲 她是我永远最好最好的朋友 从今以后 郑秀文不再只是许志安的好朋友 更是她的太太 因为两人的好朋友许愿 在微博上po文 出带你们都是突出的新人 这么多年看到你们的努力打拼 分分合合 今天当郑秀文告诉我 你可以叫我许太了 我真心为你们高兴 前24年的两人终于开花结果 相差五岁的两人 是在1991年开始交往 之后便不时合体放闪 数度传出要结婚的消息 但没有想到2004年 当时交往13年的两人 却身不分手 很难跟其他的朋友来代替的 因为我们毕竟有 很厚的情感这个基础 所以我跟他 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有这种莫名的新人 分手不出恶言 表明仍是彼此心中最重要的人 放不笑的感情 2011年他们复合了 应该是重新的开始 我们的关系 那希望可以大家都给我们 一些空间 被拍到一起同桌吃饭 许志安认了复合郑秀文 再次牵手 两人更加珍惜 2013年 许志安在巴黎岛 郑秀文的生日派对上 向他求婚 我有报道啊 你们结束分了 当时笑而不达 时隔两年 透过朋友 郑秀文总算对外松口 她是许太太的 两人情迁24年 分分合合 现在总算有了完美的结局 计较黄秀文林信线台北 新闻报道